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276年,共十六帝 朱元璋单枪匹马夺天下,朱棣副手为羽一大旗 朱一军连续矿工四十年不上朝 朱有俭在帝国的最后一天上吊歪脖子树,等等 风云,七晚,奇葩,或是这个王朝的代名词 不过,在小编看来,更奇葩的,还是穿插旗间的第十二位皇帝朱宰记 此军早年被父亲凉凉,遭严嵩父子恶整 万念俱灰之下,整日寻花问柳 即位后,仍初衷不改,对正式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活脱脱,做成了一只提线木偶 反过来,此军却创造过奇迹,经他牵批的一道圣旨 开关,和西方国家做生意 每年贸易顺差近四百万 以至未来百年,全球回流到明帝国的白银达三亿三千万两之多 如此奇异,如此冰火两重天的事 朱宰记怎么做到的呢? 展开朱宰记 让我们先从他的父亲家境皇帝说起 1533年 这一年,明朝最聪明 正值手腕最高超 帝王之术最顶级的家境皇帝朱厚聪27岁 彼时,家境这个年号使用了12年 而朱厚总不知道的是,这个年号还有33年才到期 之前,朱厚总已经历过太多事 1521年 明朝顶级玩家明武宗诸后赵 在江西大地的一夜青州上垂吊 阴嗨的过猛突然掉进水里 从此一并不起 由此宣告武宗时代的结束 天塌了 可日子还要过 奇怪的是 这个拥有三千粉黛 正值青春期的年轻帝王 却没在花一样的季节留下一儿伴侣 后世要紧 擦干泪后 内阁首府杨廷和与张太后 诸后赵生母 商议 按敌数 掌幼原则 必须在近亲旁之中 领选出下一位帝王 诸后总的血脉 年龄 背景三要素占优 最终拔得头筹 被指定为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登基前 诸后总远在湖北乡下 安禄州 从没来过像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可谁也猜不到 这个愣头青不久将翻江倒海 用实力证明自己才是史上最有权威的那个人 本集 诸后总不是重点 但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却不得不提 如嘉靖入京 嘉靖荧木 大理一支争等等 这几个是 诸后总处理的相当干练 从而实现转身 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简单归纳 诸后总使用的方法大致如下 装裤 吊泪 妥协 许愿 胡萝卜加大棒 大概在1533年左右 愿望达成 万物归宗 将帝国最高权力 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以上或是诸后总的事 似乎和朱仔继无关 小编也全且这么认为 然 下一个事却至关重要 不仅决定了帝国日后的走向 也顺带 拔出萝卜带出泥 引出文中主角 朱仔继 同年 诸后总打算去一趟江西贵西县龙虎山上清宫 问达官院正一 倒是邵元杰 一个私密问题 独享家境酒瓶 坐拥家里三千 可到了这个年龄 为何还没有天丁进口 难道自己也要不诸后照的后尘 得问后 邵元杰凝望龙虎山 笑而不答 悄悄向诸后总推荐了一个人 陶仲文 此时 陶仲文还是个土头土脑的方式 不过 几年后 这个人将红透家境朝 从而遇满天下 来到京师 陶在大内搭建了一处神坛 要求诸后总安排特攻守卫 四平以上官员轮流值班 每日顶级食材供奉 以阳刚之力 凝聚天地万物之灵气 这样便大势可成 建安老人漫笔 记载 上级宠用忠文 不欲令欲朝政 乃忠文时无他方数 在上左右醉酒 一心淡上威严不测 不敢他有所奸 忠文历朝己二十年而不费 为其呈现那公子四言法为罪 传经上之降父出此 幸然 翻译一下 陶仲文知道诸后总恩威难测 不敢假打 于是为诸后总提供了一个夜夜玉女的祖传秘方 特别强调 必须排除一切心理障碍 重拾信心 神了 三年后 奇迹出现 后宫相继诞下诸仔姬 诸仔鹤 诸仔继 和诸仔镇四个皇子 诸后总而立之年 爱情事业双再现 一直悄悄在奉天殿偷着乐 有了子嗣 设计延续问题算是解决了 与此同时 诸后总却相当纠结 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如何实现长生不老 怎么才能做个永生永世的帝王呢 关于这个问题 陶仲文再次给建议 若要实现长生不老 必须每日头戴花冠 潜心撰写高质量的名文 名画后向上天祷告 虔诚之下 天庭就会听到你的声音 或会为你准备一份永生的课件 在现代人看来 诸后总此举 严重违背自然规律 愚蠢到了极点 但这是的确发生在四百年前的紫禁城 小编推测 诸后总后期二十多年不上朝 一定与此有关 当然 人迎宫变后 躲避刺杀或是主因 永生的方法有了 但一些细节还需注意 为此 陶仲文又为诸后总设计了一套 二龙不相见 的理论 大意是 一个国家 怎么能有两个君王呢 陛下本身就是条永生的龙 天下哪来另一条龙呢 妙 实在是妙 为印证这套理论的可行性 陶仲文还举例 大皇子朱宰姬 仅活了三个月 这不就是二龙相见的悲剧吗 所以 包括其他皇子在内 陛下还是不见为好 系列理论和观点 让陶仲文的官位一再飞升 在家境身边 炙手可热 陶仲文和诸后总像鸵鸟一样 在深宫大内 埋头苦干着一厢情愿的事 也许陶冶私下认为自己会一直陪在诸后总身边 但 满朝文武不愿意了 他们在诸后总手底下接活 就得为业主方考虑事情 他们的想法很纯粹 且不停地刮躁 江山万里 立处才是国之大事 国之根本 六年后 诸后总终究顶不住压力 官宣了一道圣旨 明史 在 嘉境十八年 二月封玉王 与庄境太子 锦公王 同日受册 大义是 嘉境十八年二月 朱宰记被封玉王 朱宰赫被立为太子 同日 朱宰镇受封锦王 与此同时 为寄托朱后总和颜贵妃的哀思 特追封大皇子朱宰记为 怀冲太子 会后 朱后总静止回到自己的小院 一心问道 不再搭理这些凡臣俗士了 可这一天 紫禁城内却热闹非凡 储君文件下达 私里见的小幻幻们 即便粉身碎骨 也想拿到这份差事 如果能攀上太子 这根本就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一名小幻幻上路了 骄傲地端着宝册 前往庄境太子府邸 哪成想 由于太过兴奋 居然把宝册送到了狱王朱宰记的府上 这一错 产生三个结果 念在今天是庄敬太子的大喜日子 小幻幻被打个半死 没遭剥皮 朱宰记彻底猛圈 酒醒了一大半 当消息 传到杜康飞 朱宰记的生母 那里时 与世无争的杜康飞被吓傻 直接瘫软在地 他在想 难道母子二人活到了尽头 不觉间 宫中又飞出另一条留言 当年 宫女让儿时的朱宰记抓揪 朱宰记总是往另骑 大将军那个方向伸手 难道两者仅仅只是巧合 这说明 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未来皇位 或就是朱宰记的 朱宰记过这半梦半醒的日子 四处拈花惹草 夜夜流香 被人戏称为多情小蜜蜂 颓废 无望 纵欲是常态 由于太过透支 还没登基这个年轻人 看起来已像急了一个老者 因历史无法还原 这段空窗期 小编不知道 朱宰记到底在示弱 还是在运用某种掏掠 总之 纵有学富武车的高拱老师做指导 朱宰记也没有半分泱泱大国 未来帝王的霸气 深宫大内 母亲杜康飞 在惊恐中艰难度日 她的身份极其尴尬 家境酒瓶排行第九 很难入朱后总法眼 朱后总三费皇后 岂会在乎一个区区非平 错送圣旨 让人怀疑 母子二人怀有僭越之心 儿子生不逢时 只求他在千年老二的路上 不要出什么岔子 1554年 家境33年 朱宰记得到消息 母亲忧虑成疾病故 这无疑于雪上加霜 给朱宰记当头一棒 她明白 该为母亲做点事了 然 父亲画了一条线 关于葬礼不允许开追道会 不准搞花样仪式 更不要谈什么绰朝三日之类的话了 朱宰记可望面见父亲 这次朱后总温和了一些 婉言拒绝 让那个二把手高拱给带回一句话 明使 在 应必至尊 不宜重福 大义是 老子还在 福什么丧 朱宰记连穿校服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朱后总认为 堂堂皇子穿着校服 在宫中晃来晃去 成何体统 朱宰记仰天长叹 哭成了泪人 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呢 朱宰记的绝望 朱后总的冷酷 无情 明使八个冰冷文字刻画得入目三分 本集再回溯一件怪事 1549年 或被逃中文言中 嘉靖朝立下的第二位太子朱宰贺 因病又崩了 大胆猜测 朱后总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二龙不相见 相当有道理 反过来 任何一条龙在自己这个真龙天子面前都是小虾米 看来 永生永世当皇帝 是极有可能的 为此 朱后总专门发了一道诏书 明使 宰 以而庄靖轰 世宗以王长且贤 继续已定 而中外威夷 屡有言者 乃林锦王之国 大意是 太子走了 豫王不错 等着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朱宰贞去你的封地吧 这道诏书很有意思 朱后总定下轮序 但不重新立太子 敢朱宰镇出宫 明面上确立了朱宰记的地位 实际还是悬而未决 有史学专家认为 这是朱后总给自己和朱宰镇留了条后路 事实证明 彼时的朱宰镇为储位之争 已经开始冒头了 明史记载 这期间朱宰镇非常猖狂 对圣旨 置若罔闻 拒不出宫去封地 不仅如此 连服饰 穿戴 也和朱宰记一模一样 让人根本分不出大小和尊卑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只因朱宰镇有个好母亲 戏家境酒瓶头牌 姿色出众 多年前荣生贵妃 枕头风早已把朱后总吹得不要不要的 这个侧面 再次印证了朱后总的复杂 狡猾 和心机多变 1566年 梦想永生永世 做皇帝的朱后总 终于倒下 一个时代结束了 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只是朱后总即便在临终前 也没有留下 关于谁是下任皇帝的支言片语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任何人也挡不住他的步伐 关键时候 家境朝的明香能陈其亮相 其中有学富五车的高拱 横贯古今的徐阶 以及五百年一遇的 志士能臣张居正 是他们怀着对家国的念语情 把朱仔继推上了历史舞台 朱仔继一共在位六年 史称名目宗 说说朱仔继的政绩吧 六年间 此军的运气实在太好 蒙古人范边近两百年 高拱和张居正联媚 用高超的政治手腕 不诈屈人之兵 让北方形势一片大好 经济上 开放沿海两个港口 引入商业模式 与西方国家做生意 每年为明朝带来巨量贸易顺差 一举解决了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 史称龙庆开关 同时也代表着资本主义 在这片土地上正式生根发芽 而朱仔继需要做的只是 班照 签字和落印 在这里 小编没有半点诋毁和贬损朱仔继的意思 相反 或是一种巧合 朱仔继的无心和包容 才让明帝国迎来了这个辉煌时代 1572年7月 朱仔继大行而去 关于朱仔继怎么死的 有千奇百怪的说法 有人说 死在忙碌的床上 也有人说 由于精力不济 倒在朝堂上 还有人说 朱仔继死之前 手里还握着酒杯 一句话 此君就是那么不堪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